所以你有去騎過阿爾卑斯山 對 我今年才騎阿爾卑斯山 大概是幾月份的時候 我六月的時候去 那那邊的天氣怎麼樣呢 我們去運氣很好 天氣都很好 我們從德國騎到奧地利 然後到瑞士 義大利 然後最後回到德國 所以我們這樣繞了一圈 大概一千五百公里吧 那一路上有沒有遇到什麼比較驚險的場面 如果說路況 德國 奧地利 瑞士的路況都很好 那義大利的路況就跟我們台灣差不多 所以等於說他們的路鋪得很好啦 但是要挑戰這個山上的氣候 你自己本身的體能不要經過訓練 如果義大利還有一個讓我不一樣的感覺 就是說他們到山上的山路 風景很漂亮 但是他們都沒有護覽 我們台灣的山路都有護覽 他們山路沒有護覽 所以你騎得很快樂的時候 會忽然忘記說 你會如果是說 車友的技術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會出去 所以那次我帶隊 所以我帶了二十位去 一起環繞阿爾卑斯山 對 我們的夢想 所以就要特別注重安全 對 有一個印象特別深刻就是說 我們去瑞士的時候 旁邊 因為那天天氣很好 很多人在賽斯光浴的小姐 小姐 對 我們剛剛打招呼 她站起來跟你打招呼 我們想看 大家都很興奮 都看傻了 那還有人在騎車嗎 我們騎車過去 我們跟她打招呼 她站起來跟你打招呼 所以我們大家印象很深刻 所以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風光就是了 非常謝謝會長 但是講到這麼多的車 我也要請教Vita 因為其實在騎乘過程當中 剛剛提到了好多不同的功能車 是不是你過去有這些經驗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 像我平常的話 就是比較推薦的大家 就是騎像這樣的街車 這樣的街車就是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像我在賽道裡面騎就是跑車 跑車就是下面這一個 它是趴著的姿勢 非常明顯兩個的姿勢是完全不同的 那就是會比較推薦大家就是 街車來的會輕鬆然後駕馭 對 所以其實騎乘的時候也很帥 你在這種不同的車子 要用不同的身體部位去操控對不對 沒錯 所以大部分你自己有在做重量訓練 或者是平常的體能訓練嗎 我平常就是會維持在去健身房做一些肌耐力 然後你可能要跑跑步 然後游泳這樣 冒昧問一下Vita現在幾公斤 我嗎 45 45公斤 但是你可以駕馭上百公斤的重車 對 因為其實大家的觀念會覺得說 它很重 它不好牽 可是其實我們主要的是在騎它 而不是在牽它 然後這個是大家的一個迷失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功能需求的時候 有時候覺得沒有達到符合標準 進而改裝 副總編據我所知是一個改裝大師 但是改裝聽說也是急劇會越來越高對不對 對 因為改裝其實才是最可怕無止境的路 對 我有認識一個哈雷的車友 他摩托車花了大概一百多萬 可是他的改裝費是六百四十九萬 六百四十九 所以等於是要移動房子了啊 對 而且這台車整整改了一年半 他為了一年半的等待時間 他又買一台另外哈雷 對 因為他要先騎了 所以其實那是 到了改裝其實是完全沒有上限的門 就不一樣的境界了 可是同時也是 對於比較窮困的人來講 另外一種入門啊 那怎麼說呢 就是我們改一些小小的成就感 因為我跟你不一樣 雖然我只買了騎十四萬八千 假設我只買了騎十四萬八千的車 可是我可以改到 你三四十萬的車子都沒有這麼好看 這是另外一種完全 或者是我性能比你更好 我的速度比你更快 所以等於進入這個業界 但是你會有相對的成就感 沒有花這麼多錢 所以相對的也帶動一些台灣的產業 是哪一些呢 我們稍後帶你瞭解 說到了改裝呢 相對也加回了台灣的產業 事實上在台中 就有個隱身冠軍藏在裡面 世聰 對 剛才這個總編提到這個 哈雷改裝的這個事情 我認識一位叫小葉的 相信很多改裝車都知道 他拿到這個哈雷的改裝比賽第一名 他就跟我講過很多類似這樣的故事 他說為了改裝真的有些人 改到真的是不可惜 其家當產 對 其家當產的狀況 事實上這個機車業 重機業這麼發達的狀況之下 事實上也帶動台灣產業很多發展 譬如說我們國內的這個 機車龍頭三陽機車 他就還幫不只是自己生產引擎 他甚至還幫BMW在製造這個引擎 450CC重型機車的這個引擎 事實上國內的機車的這個技術 事實上是還滿厲害的 包括說在台中有一家叫做明明的公司 他是做什麼 他是做鋁合金的陶瓷氣缸 跟一些車架的這些東西 事實上他已經做到全世界 已經數一數二 很多這個知名品牌 像我們剛才提到Tranferm 或是說像Ducati 或甚至是MV Augusta 他們都是來這邊跟台灣廠商 來要這些零組件 事實上他們一年的營收 目前一年都已經到達10億以上 這是在這種重機車越來越多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以後這個 台灣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隱形冠軍 長生在這個重機車的這個行業裡面 事實上也未來值得台灣的投資人 更加注意這些族群 這相對就是另類的台灣之光 但是不知道副總編知不知道 過去這些零件 可能很多都是台灣做的對不對 雖然要價這麼貴 但是都是台灣做的 但聽說現在有個新的廠商 可能也會跟台灣有關了 就是蓮花Lotus Lotus如果真的要出摩托車的話 副總編你的觀察 真的會引起所謂的品牌效益嗎 如果是蓮花的話 其實這台車一直是大家的迷思 就是謠言都過實際 而且那個是非常的概念車 因為它整個氫化的設計 我覺得實際量產的可能性很小 不過它確實會有一個很大的衝擊 因為整個蓮花投入 它對於整個賽車的觀念 都跟一般在做跑車的觀念 會有點落差 我覺得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刺激 聰哥你會不會發現說 不管是BMW或是蓮花 或者是我們講的一些 比較頂級的跑車品牌 好像慢慢都切入到重機市場了 對 事實上說 如果以一個 譬如說BMW的車子好了 你用車子的話 一輛大概是五六百萬 可是你看這個重機就一百多萬 所以事實上 如果就整個毛利來說的話 搞不好這個重機的毛利 其實也不會輸給這些 所謂的汽車的這些毛利 所以我們看到說 包括說像BMW 或是說像Lotus 他們為什麼會想要跨入這個領域 我覺得其實也不會很奇怪 包括說像國內廠商也是一樣 像山羊 我們這些廠商也都是知道說 往這些高階的汽車去發展 似乎是一個不錯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廠商來考慮來說的話 既然那麼多人想要騎這些重機 你看我們在座有這個很年輕的小姐 也有這種比較年紀比較大的 對 直線的前輩 像我也很想買 其實我相信在座的觀眾朋友來說 你聽到今天這個介紹之後 會有興趣 你也很想再買一台這個重機車來玩 所以我覺得在這 越來越多人口在玩重機車之下 這個商機的確真的是會越來越大 對 相對也會推升旅遊 對 像 木造的車站它沒有鋼筋水泥 它是利用竹片 木片 稻草 泥沙 甚至牛大鞭 到處是歲月的駐季 1939年興建的屏東竹田車站 是台灣僅存的三個木造火車站之一 沒有像南投機機的觀光名氣 台南保安永保安康的話題 因為運輸量不足 被條件為井驿站差點被備占 客家鄉親奔走 核定為鐵刀文化財產 暴保留下來 以前在日據時代 過去是六堆的一個政治經濟 教育文化的中心 急鎮時期 車站有爐館澡堂 保存者 建政客庄竹田 作為豆腐籍散地有多繁華 居民任養園區成立竹田驿站 讓老車站呈現客家風情 你們現在畫的檳榔傘 客家畫呢 叫做檳榔傘 檳榔傘 希望說能夠讓我們的小朋友 到各個客庄去了解我們客家的一些 鄉土跟產業 紀念館裡客級鄉土順影師李秀雲 畢生拍攝 六堆的農村景象 建築和客家文化 依舊是很多居民的共同記憶 客家婦女她也是很辛苦 白天還要醋甜 晚上還要做家事 現在只有一群客家媽媽 從廚房出發 為竹田的好水好米而努力 便當都叫頒寶 就是有我們的客家小草 還有我們當地農民所種的這些蔬菜 它吃起來味道 就像我們媽媽在煮的那種米西 為什麼吸引客人 姑娘和米西 姑娘和米西 家鄉的味道 藉由食物去表達他們對家鄉的愛 每天可以賣出上百個絆包 也成了純樸的竹田車站 吸引人的新料點 謝謝中央老師 好 真有元氣 這第幾罐 第七罐 有效喔 都不能停喔 這百安市續配人生閃經 什麼補貴 閃經補爛 把你的健康顧著著著 喝喝過 都說讚 這是我第365罐 你一定要試看看 百安市續配人生閃經